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未来的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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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消失了 就是比较可惜的 我们最需要的是传承 可能在五年到十年 它会慢慢消失 澳門曾經有三大產業 一個是博彩、漁業和造船業 曾經在澳門分佈最廣 可以說這個工業是面積最大 佔地最大 比當時的娛樂場更加多 當時做工的工種不太多 爸爸也是造船的 接觸這方面比較多 學了門手藝就不會餓了 頭期找份工作 荔枝碗造船業很早已經發生了 最初只有四家船廠 後來因為我們發展 淳仔、澳門半島都相繼填寒 所以最後就搬來荔枝碗這裡 形成了今天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模型的格局 唐規是學師要學滿三年 你才成為一個師傅 做師傅 一件大件的東西 大家齊心去推那件東西 其實這是他們的集底儀式 而這個儀式主要是漁民進行 我們說整個盤 我們叫包裸萬油 它就會放在一個神位旁邊 通常都會放在老闆旁邊 一隻船到出廠後才會拿回船 到下一隻再造的時候才會放上去 在80年代澳門的造船業 其實達到最後一個高峰 一年的生產總值可以超過兩億 其實澳門曾經有以澳門為名的幾隻船 其中以80年代有一隻 叫做澳門號的船 它在98年 在葡萄牙世界博覽會的時候 也是澳門去參戰的一個戰品 而這隻船不是拆裝運過去 其實是可以說澳門的造船技術 可以去花越一個大西洋 這個這麼大 我們說海洋這麼大的一個遠程的創矩 後來到90年代初期 世界環保條例 出了一個叫做熱帶雨林條例 當時的木材 東南亞的木材 可以隨意出口 另外就是 國內的市場 開放 變成澳門原有的優越地位 慢慢失去了 其實幾個原因令到它會衝擊之下 它的行業慢慢就昏迷 後來因為澳門內在的原因 就是它經濟要轉型 變成這些傳統勞動型的經濟 慢慢也都退出了本來的舞台 這個船廠群 這裡差不多是東南亞最大的 它配套有機器廠 有木廠 有灰廠 有釘廠的一個區 怎樣去將這裡打造 如果它正式是將這裡保育的 怎樣去打造這件事 我們最需要一件事就是傳承 傳承裡面有很多不同的意義 其中一樣就是造船的技術 其實很多工友都像爸爸這個年紀一樣 如果再不保留這件事 或者我們好像不太緊張這件事的話 其實可能在五年到十年 這個工藝會慢慢隨著他們 年紀長大而消失 都沒有任何樣 我們遇見 他們不得翻過 在這件事 他們不讓小王子 我們我們先不可以